与此同时 离岛免税的配套服务也在不断提升 2023年 离岛免税新增了集购集体的提货方式 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进一步助力离岛免税消费 最近几天 在海南三亚的一家免税城 不少消费者购买免税品后 选择直接带走 和过去购买免税品必须在离岛时 到机场 火车站 码头的指定场所提货不同 2023年4月份开始 海南离岛免税新增了集购集体的提货方式 这也激发了不少人的消费热情 像我是今年在三亚待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可以 我说现在 比如说我是2月1号的这个机票 然后在这买完之后 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用 就很方便 据了解 以集购集体方式提货的离岛免税商品 主要包括化妆品 香水 太阳眼镜 服装服饰等 15项 截至2023年底 这个模式下的商品销售量 已经占到离岛免税销售总量的6% 一共有128万的一个消费者 已经去使用了这个政策了 整个9个月的这个销售下来的话 是在25.1个亿 消费新业态持续发展 消费新模式不断优化 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 据统计 2023年 我国进口特色食品 母婴用品 数码 家电等消费品 1.95万亿元 增长了1.2% 我们拥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衣着鞋帽类消费品进口增长了5.6% 首饰中表进口分别增长了63% 17.2% 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合作机遇